冷靜的context cover 應該都知道 這個Free不是免費 它是自由的概念 當然這個Free也包含免費的意思 所以說他們是堅決的覺得 我們的Free Open Software的部分 就是免費且自由 這個概念 在當年開始到現在的話 已經有陸續的好幾個團體 各位有聽過像是 FSF Free Software Foundation 還有包含其他的 很多知名的一些Foundation 就是基金會 他們在美國或在澳洲或在各個地方 包括台灣或者OCF 這些Foundation這些基金會 他們一直在置業的推廣Open Source的東西 所以在那個容易事實上的話 其實我們在亞洲 應該就是說在新加坡 在那個Cambordia 那個叫什麼柬埔寨 在寮國還有在一些東南亞國家 貝尼泰國 我們有另外一個社群叫做FORCE Asia 這個是我們在2009年 在杜拜的時候 他們一群叫做鴻福 跟Mario 他們兩位在杜拜的時候 Dabian Conference的時候認識 然後在那個努力之下 他們又成立第一屆的所謂的 CrossAsia Summit 那這個CrossAsia Summit 基本上就是我們社群的一個 最重要的一個主要活動 就是每年一個大型的Conference 就是類似像CrossCover一樣 就可以主義到這樣子 我們的一個概念就是 這個CrossAsia它主要還是在於 算是一個分享 跟那個對於設計師 對於貢獻者的一種分享 我還是用全螢幕好了 那全螢幕分享的部分 大家都知道 因為CrossCover 大家都應該不是第一次參加了 那既然不是第一次參加的話 應該可以像是一些 台灣這邊的話 你今天這個社群就是 那個開放硬體 像是Raspberry Pi 或是Reno 或是其他的 那我們CrossAsia的部分的話 雖然是一個叫做 Free Open Source 作為 可是基於上 我們有幾個project 是在Hardware上面的 其中一個project 是目前我在手上 就是說跟各位看的 一個叫做 PS Lab這個專案 那 現在還是先 主要講一下 我們CrossAsia的那個 的 各位應該都知道Github對不對 應該都有Github account 所以麻煩各位有空的話 可以在Github那邊搜尋一下 ForceAsia 那我們手上 我們目前來說 雖然上面是222 不過這個 這個簡報是我在今年年初做的 所以說應該現在 有超過230 那這個上面的所有專案的話 都是有各位愛好者 就是說 我們ForceAsia 基本上就是一個 非裔地組織 然後告訴大家 亞洲各地的一個志願者 然後他們覺得是說 我的專案 在我的Github上面的話 可能可以得到很多 很好的效果 可是如果加入一個 大型的組織的話 說不定有更好的曝光效果 那我們ForceAsia的Github 就是為了這個主題 這個目的就是說 可以聯繫各個創作者 就是同那個 Programmer 還有Decider 還有Contributor 來一起 幫他們正式曝光的橋樑 然後我們目前上面 就跟看到 有222個專案一樣 那現在下面是說 有380 實際上來說的話 它這個都是 呃 可以陳詞跟哥哥講的 沒有大概超過87成 多8成左右 都是印度的 所以我覺得是 在亞洲的部分的話 印度的在這 open source的這個 努力上面的話 我覺得 不止台灣啦 其實其他國家 我們都需要更努力一下 就是在國際能見度上面 控告度 因為其實我不是說 我們ForceAsia 多偉大多大 可是實際上就是說 其他的open source專案上面的話 印度真的是一個 非常非常大的一個 一個 我不能說勢力啦 就是說 印度他們真的是 很表現出他們 積極的在參與國際的社群 那當然啦 這個東西不是說 如果你加入ForceAsia 或是加其他的話 其實都是貢獻你們的idea 其實跟溫國家沒有關係 不過我是覺得是說 台灣這邊的話 我們都知道Postcard了 可是實際上 全世界 有很多大型的那些社群 都是大型的一些專案 不要說ForceAsia 就是說 各位知道的Ninas也是一樣 都是這些東西 都是可以值得 讓各位去參加 參與 或貢獻 就是說 不管你的程度是怎麼樣 不管你是不是一個 程式設計師 我們都可以在用 我們知道的範圍內 去對這個社群做一些貢獻 這是真的 對 其實說實話 我覺得那部分的時間 是在開成社群啦 ForceAsia的話 目前來說 我是專門在推廣為主的 對 就是那個 講到那個的話 待會兒可能 還要一個公安服務 沒關係 待會兒再說 那今天重點還是在這個 PSLab的部分 那PSLab的部分的話 各位可以看一下 手上如果有看 已經有拿到 那個 已經有看過 我們液體的裝置的話 其實各位應該 有滿感覺像是 一個Arduino裝置對不對 那 應該這邊的 應該都知道 這些開源液體 就是包含Arduino的 配派相關的 那其實我們說實話 我們這PSLab 這個 的一個設計的話 其實它並不是一個 可以仿照Arduino的概念 它一開始的概念 它一開始的概念 是一個西西一望 是說 簡單講 PostKey Leopardy 就是一個手型 一個掌上型的 一個小型的 實驗室的概念 因為它就覺得是說 我們如果在生活上 我們想要做一些 研究的話 當然啊 我們現在手上 像是有三共鳴表 有試波器 有一些硬體的裝飾 可以使用 可是你要如果 要買一個 你要去專門 對一個特殊的應用 比如說我要量電流電壓 我要需要三共鳴表 我需要看一些波型的話 我需要一個試波器 那這樣的情況下 你要買一大堆設備 其實不是一個很好的方案 那我們這個專案的 負責人叫做 Nadia 西印度人 對 Nadia那時候覺得是說 我們是不是有一個 可以有一個方便的方法 讓大家可以在 手機上面 或在電腦上面 我們介紹一個特定的裝置 我們就可以量測一些訊號了 那這個專案 這個概念 發展到現在 就是所謂的PSLab 那這個PSLab 開始也是因為 由那個 Open Hardware的概念設計 所以說目前 他們所有的一些 像是 Static 線路圖 還有一些 Gerber 所有的設計 都是開放開源的 在eHub上面 也就是說 你只要能夠去 去eHub 那邊下載下來 然後你可以去 購買那個元件的話 你可以自己生產一個 屬於自己的PSLab 那當然相關的 Static 跟Hardware Hardware 那部分 我們都一律的貢獻在 我們的eHub上面 所以說 你如果是有興趣 對做一個自己的一個 開源的那個 所謂實驗室吧 Open Lab 那種Hardware 的話 這個是一個很好的開始 就是說 你可以自己做 或是說 你如果真的沒辦法自己做的話 我們現在 就是說從今年初開始 應該說去年底開始的話 我們就開始有在網路上販賣 就是說 或是HR 或是說在PSA.IO PSA.IO這個網站上面的話 也是有開始販賣這個產品 那各位如果 對於像是 想要幫助一些開源硬體的話 除了ROS配拍啊 除了Arduino之外 那麼可以考慮一下 去 方法 用實際的方式去 先 那這個PSA.IO專案 能夠繼續一話 取得 那這個東西 有什麼樣的應用功能呢 我們現在就是說 剛剛有提到幾個 這樣三用鏈表 有適合器啊 然後 除了這兩個之外的話 其實在上面 一體的話 我們還有包含 像是那個 那個 那個叫什麼 那種頻率產生器 不頻率的那個 基礎器 然後還有 我們可以 這個調整電壓 還有 我們可以去看那個 那個電流的部分 那重點是說 配合它軟體的話 我們可以把這些 訊息全部記錄下來 也就是說 如果各位 對於有接觸過 像是那個 那個 像是那個什麼 嗯 Fengler Saint Riser 那個叫什麼 訊號產生器 或是說一個 那個試過器 還有一些東西的話 大家都不知道 像是泰克啊 那種大型的 那種試過器廠商 或是那種 巡洋產生器廠商 這種的設備機器 其實都非常非常貴 講一個 那個以前的經驗吧 就是我們公司 就是以前 就是 我以前就是 我們曾經 在那個 公司服務的時候 就是 曾經抱一台 那個泰克的儀器 那大家如果知道 泰克這種儀器廠商的話 大家都知道 它的價格會不肥 對 那時候 我們公司那時候買了那個 機器 200多萬塊 快買百萬左右 那我們那時候 放到台機器到處跑 也不到處跑 就是有時候去校正也好 就是 客戶跟公司 沒有東西 沒有這種試過器的話 真的很奇怪 一個 做手機廠的公司 卻沒有試過器 反正就是需要協助的時候 我們還是要把那台機器放過去 那你就實際上 就是說 我一台車上 一個破爛三萬塊 三十萬的車 然後送去 那百萬的儀器 我自己都會有點想 那另外就是說 這種大型的儀器來說 其實是一個非常貴的東西 可是實際上來說的話 我們現在 以用一些 先開原的儀器 比如說一些 IC 我們就可以做到 類似於像剛剛說的 大型的一些 工具的功能 那當然 因為這個東西受限儀器 精確的 都穩定度來說的話 並不是可以比配像 泰克這種大型廠商 可是實際上來說 對於一個基本的測量 比如說 你只是想要知道 一些簡單的東西 你只要知道一些 簡單的訊號的話 其實用這個設計 就可以足夠 應該說 也滿足大部分的需求了 那這個東西會發覺 我想這些東西 可以看一下 這個應該是 各位給大家看一下 那另外 我的順序好像跳過 對不起 我這個 沒有重新編排 這個是去年 這個是去年的 OK 我好像就直接跳過 越來越來 沒關鍵 那 我剛剛 我們在音體上面的東西的話 除了剛剛講的那些之外的話 其實我們一個非常非常大的 一個 不算是賣點 我覺得是一個 我們著重的部分 其實就是Software 就是軟體上面的一些連結 因為各位各都知道 我們現在一個東西 一個音體出來的話 它不可能只有 一體就可以使用 它一定有需要 像配一個 那個介面 那我們現在手上的話 基本上就是 最常見到的 就是手機 就是電腦 這兩個應該是大家都 覺得 就是說 會做這個所謂的 程式設計師的話 你就會接觸到 或者說 就算不是程式設計師 絕大部分人 你很理想生活上 都可以接觸到這個 那我們VS Lab 在創作的時候 我們就考慮到一個 我們這個東西 不可能 就是說 絕對不能只有 在所謂的電腦上面 才可以使用 所以說 我們那時候的那個 剛剛說的Navi 它那個 印度創辦 還有其他的一些 創辦人 他們就除了 在音體設計完之後 他們就立刻開始 就是非常非常 花很大的心力 在所謂的 軟體上面 設計 那軟體上面設計的話 基本上就是 可以考慮到 所謂的那個 像是移動端 比如說是Android 或者是iOS 的部分 那這兩個東西 主要是在 Desktop的部分的話 其實他們有一個 非常大的差異 就是說 你移動端的裝置的話 他們可以利用手上 就是說 你手機上面的一些 sensor 來搭配它的UI 可以呈現更多 更多的可能性 我不知道各位先手上 就是有手機 那不知道可以連接網路 可以的話 可以在你的Google 不論也好 還是說你們那個 iOS的Apple Store那邊 可以試著搜尋一下 PSLab 那可能有些的那個 好像有些地區 PSLab是被別的 別的名字註冊 所以如果還沒幫他找到 PSLab的話 可以考慮一下 就是 PSLab for Station 那應該可以看到 我們這個APP 都已經上架了 如果 iOS的部分好像 之前參加過 好像最近 我上次 我去年的時候 看電視好像又有 好像被下降了 不知道什麼原因 我認為就是 如果現在手上 各位的 是Android手機的話 你絕對是有 那iOS的話 我現在不是很確定 去年是有 可是我後來聽到 好像又被下降了 不知道什麼原因 不知道什麼原因 被Apple覺得 是說 有什麼可能性的風險 還是說有什麼樣的 程式 你難得扣得 不是符合Apple的要求 所以被下降 現在如果是Android手機 有看到嗎 有 有嗎 應該下一個是 它是一個漏斗形狀的 那個不安 那如果是Android手機的話 就歡迎各位 有空可以下載一下 那各位 如果覺得 有什麼樣的擔心 就是說 我們風險的話 我們 我們的所有Source Code 都是在bHub上面 包含Android的部分 Source Code 所以說 你們覺得風險上的疑慮的話 你們可以歡迎各位 到bHub上面 就是PSLab ForceAsia的PSLab 的專案上面 去看一看 是不是有哪些風險 是你覺得 是可以避免的 對 比如說是安全上移率 因為其實你也知道 如果有Datalog的功能的話 其實就有可能一些 可以存到一些不必要的層面 不過 目前來說 你可以跟各位保證 就是至少去年的時候 那時候 對於這種security部分 我們的那個軟體 就是說 我們在PSLab 所有貢獻者 將近一千多位 有參與過貢獻 那上面的人 他們都已經覺得 是說 至少在security這一塊 是已經有一個簡單的 或是說 他們可以想到可以避免 或是不避免 當然啦 如果萬一有什麼樣的部分 沒有避免到的話 我們就是真的歡迎各位 去加入 或是說 可以提供一些建議 然後讓我們可以做得更好 那當然不只是security部分 那還有包含一些UI設計的部分 也是歡迎各位可以協助一下 對 因為畢竟都是open source的東西 那就是 它不是一個商業化的產品 當然 我們賣錢算 對 可是我們賣這個產品的目的 是為了讓我們這個專案 可以更長久 對 那它所有的資源都是公開的 所以如果各位覺得 可以這個專案不錯的話 就麻煩各位可以贊助一下 或者說 可以用你們的空間 可以用你們的空間 看一下我們的這個軟體 比如說是那個 WithDevTOP 就是中間的軟體 或者說我們Android的那個APP上面 是不是也可以做得更好的部分 那如果是各位參與者的話 我們就是非常歡迎各位 可以參加我們每年一次在 應該在新加坡吧 對 應該是 目前來說明年才是新加坡 剛剛我跟各位提到 Force Asia 在每年會有一個大型的 那個conference 叫做Force Asia to me 那 凡是各位看一個 那個contributor 就是有參與貢獻的人的話 我們都非常歡迎各位來參加我們活動 那不過很抱歉就是說 可能旅費的部分 要 讓各位想賣房 對 我們這次 我們沒辦法支付各位 到新加坡的費用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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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先爆量一下 因為連我自己也是一樣 我自己過去也要自己花錢 請先休息一下 請休息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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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這個Hardware的部分 它是有相關連送回的功能 那不知道如果各位想要學習 因為這是題外的話 你想要學習怎麼寫一個APP 就是說移動轉APP 或是桌面轉的一個電話 其實可以考慮用這個方法去學習 因為像我們Desktop 就是說桌面版的話 我們是用那個Python去寫的 就是那個 桌...那個... 它應該是用那個... 突然忘記它那個桌面 那種QT 對,它用QT 它用QT去寫的 所以說是Python使用者的話 應該是可以去 直接對上面做一些 抽卡或怎麼樣 那Desktop的話 跟著Android的話 就目前就使用那個Java去寫的 這個... 目前還沒有Culting版本 不過... 是我看到啊 是有人已經在 是不是用Culting去寫一些 像是Android上面的東西了 所以說... 各位如果覺得是可以學習一個 怎麼寫一個 比如說桌面端的應用程式 或者說手機端的應用程式的話 其實... 這個東西也算是一個 我覺得還不錯的一個... 一個... 一個可能性機會啦 就是說... 你可以去把HardCode 跟FORG下來嗎 然後看一下它的那個... 它是怎麼樣去連接你的手機 或是用你的Desktop 那... 你要可以考慮是說 如果你不是一個移動轉... 不是一個APP的那個... 那個... 說不定你可以從上面 可以學習一些 怎麼去... 在APP上面去... 去建一個那個... 對... 因為說實話啦 我不是Android的工程師 我現在還是只會用Android Studio 然後寫號碼 可以拿方塊寫號碼 所以... 這個... 還要再看一看 是怎麼用的 對... 那除了這個之外的話 我們還有更新一些分位 就是說... 呃... 剛剛我剛剛有提到就是... 我們上面也都補了今天 那個是那個... 台灣的那個廠商 那個叫什麼廠商 我先忘記那個ICM前 對... PICC嗎 蛤? PICC嗎? PICC 對...PI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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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I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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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ICC的ICC PI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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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可以給你一些... 大概是一兩顆或十顆以內的一個Single 這部分應該是沒有問題的 對... 那...如果想要自己做一個所謂的PS Lab 或是想要開發一個跟他們有關的話 PI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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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因為其實我們之前... 為什麼選到PICC 是有其他原因 就是... 其他原因是說他們對於我們支持 就是... PICC PICC 一切支持是一個... 真的是... 很感謝他們 很謝謝他們 所以... 各位如果是一個... 比如說... 如果自己有辦法做Arduino的話 我相信這個... PICC PICC 基本上... 我們上面還有... 剛剛有說過幾個功能嘛 那我們這個... 硬體上面的話 各位可以看一下他... 他們有幾個東西 就是我們可以... 從這個PICC 我們可以學到哪些功能 比如說我們可以選一個對完全沒有IoT壓 或是說對一個AutoHardway沒有概念的人的話 我們可以從這個PS Lab去了解一個所謂的液體的接線 因為其實液體接線大家都知道其實就是很A到B 就是說把電子電容或是把IG的部分攪接起來 可是相對來說的話 其實它有一些小細節可以考慮一下 就是如果一些電壓就是說你的DRAP Current Go的話 大家就知道是說比如LV跟它那樣起來 或是說它可能就是一直在乘說或怎麼樣 這樣我們考慮可以從這個東西可以學 那當然DUNS可以 或是RespineC一樣有類似的學習功能 那除了這個之外的話 我們還可以學習所謂的Interface 那大家都知道嘛 除了說我們有Serial Paral的Interface 它有IoC 我們現在沒有輸緣IoS 因為它沒有創編的功能 不過IoC Paral的部分的話 這有幾個在我們IC上面 也或是說我們Fuio貼腳上面的話 你都可以很容易的 拿PSLAB去跟其他SENSOR做一些連結 那除了這個之外的話 我剛剛有提到一些 那剛剛做的SENSOR的部分 可以用TOM Interface接 那另外就是說 我們在上面就可以做一些簡單的一些應用 就是剛剛前面提到的像是濕縮器 或是說有需要承認器 或是說一些電壓電流的那個偵測的部分 那甚至是說可以配合你的那個手機上面的一些應用的話 可以做一些像是Isserator的那個加速度計 或是說那個Gyro叫做 Gyro的Isserator的部分的話 都可以做一些簡單的測量 那另外一個最簡單的大家都知道 就是說我們要寫Color World的東西嘛 就是軟體功能是Color 那如果是在我們的液體上面的話 當然就是我們需要點亮一個燈嘛 那這個東西就是 讓各位可以再用教學的概念的話 用PSLAB是一個很適合各位去瞭解 就是Hardware的一個第一步驟 就是因為它除了可以做一些簡單測量之外 它還有一些簡單的液體上面的接線功能 因為這個東西跟Arduino 或者最大的差別就是 它它著重於真的是著重於主要的測量的一塊 那Arduino跟RespiritPi 它們就著重於在所謂的Application 就是說你要做一個東西出來 可是下面就是 我們這個東西並不只是想要跟各位做 我們是想要讓各位了解 就是所有你們做的時候 所需要的一些訊號 是怎麼樣得到的 或是所有怎樣去圖錯的 這是我們當初設計PSLAB最重要的地方 除了這個之外的話 我們另外一個更大的重點就是 我們需要去怎麼知道 寫一個問題 這我剛剛有稍微提到的 所以那可能就是需要各位在那個 講完了 對因為這個 這三個是當中給Worbshark使用的 那時候Worbshark開始之後 我們就去那時候跟各位demo 下那個App 手機APP 然後那時候是說 我就用拿這個東西 可以跟各位去連接一些LED 然後做一個簡單的閃爍 就是說 你可以用APP上面操作 你不用寫任何一堂程式 就是說用APP上面的那個 我們PSLAB上的APP 然後簡單調整一下的 它的那個 Io的訊號的話 你就可以得到一個簡單的 比如說讓它可以閃爍 讓它等級可以亮 閃爍 或者說你可以透過它 去可以連接其他的Sensor 就是你們可以 就是我們那時候的想法是說 你不用寫印號 印號 一堂程式 就可以做到類似 Arduino或者是開始拍的功能 那當然了 現在我知道Arduino那邊 有很多的 像是Squatch的功能 就是拉一些方塊的 你就可以做到類似的功能 不過我覺得像 以教學或是說 在測試實際上的 應用來說的話 就是光測量這塊的話 就是說你在手機上面 只要給你選那些按鈕 只要選一些設定的話 那一樣可以做到 就是可以直接在你手機上面 螢幕可以得到那些效果 因為現在 我現在沒有帶我的外手機 所以說 各位可以看一下 那個簡單的操作好了 因為我現在手機上面 沒有辦法去 通過到這個 如果各位有那個 那個手機的ATV的話 Android手機的話 可以慢慢各位開一下 那我現在再找一下 網路上的一個圖案 給各位介紹 那我們FORCE Asia 就像說 當然說每年我會舉辦一個大型的conference 叫FORCE Asia賞命 那明年後會在那個新加坡 然後新加坡的叫做 Life-Long Learning Institute 它是一個 就是那個 在新加坡中間的一個位置 一個大型的一個 算是 conference hall嗎 還是算是那個exhibition hall 它算是一個大型的會議室 對 那力量比較不錯 所以明年 各位如果明年三月 在春假就是說 春節過完之後 如果各位想要去新加坡旅遊的話 麻煩各位可以考慮一下這個 那如果有任何門票 如果有任何問題的話 可以跟我聯絡 我們就可以讓你有一些比較 就是說 你只要成為會員 或是說怎麼樣的話 當然可以給你一個優惠啦 甚至不用錢 就對了 所以各位如果明年三月 明年三月新加坡 就是明年三月十九號到二十二號 新加坡旅遊 剛好有辦法出現在新加坡的話 麻煩各位可以參與這個活動 非常歡迎各位 我們看一下這個活動 因為現在來說 對它真的就是iOS那邊假假的 不過那個 以前是的確 我們以前的iOS那邊是有的 對 OK 如果現在有什麼問題的話 麻煩就是隨時可以搜尋 然後 如果有關的話 我就繼續介紹一下 我們APP的應用好了 因為我們APP的應用其實就很直觀 就是說你選擇相對應用功能 然後進去以後 它會出現一個給你需要的見面 那這個見面很明顯 就是一個像是試波器的概念 那這個其實我覺得是一個 對我們來說 是一個非常非常重要 非常非常需要的功能 就是各位 如果裡面有在做一些議題的話 就是說不管是不是被拍到 不管要什麼的 你知道就是說有時候 那虛操就怪怪的嘛 那就是說要嘛就燈不亮 或者說要嘛感覺不是燈不亮 就是你在跑一把東西 會發現到 請問什麼東西斷掉 或是那個Sensor的部分 會被它漏洩怎麼樣 其實那時候 如果你們只是用軟體去監測的話 其實很多時候 你們都不知道 電視上你是Sensor出了問題 還是說他的Sensor沒有問題 可是你的接線有沒有出的問題 其實這時候 如果有一個使不夠細的話 真的是一個非常方便的東西 那時候如果 剛好手上有一個 所謂的PS Lab這種東西的話 你就把它接上去 然後就可以看一下 你們的那些偵測器 不管是說像是一個路感偵測器 或是說你們一些 那個Gero 那個PoroE PoroE那種東西的話 他們比較敏感的東西的訊號 可能還需要 不是說你們的 配做Pyro的Interface 不然我們各位去 你們去刻過那些波形 就是 如果是沒有那些Interface 那你們不需要 自己刻過的時候 這個東西就是非常非常重要 你以前就是 我們各位有沒有看過 就是你們之前 如果有跟那個 就是 你們知道我們各位 有沒有去點一下一個頻率 就是那個Panel嗎 就是如果你們手上 你們剛好有Bardino 然後Bardino上面有一個螢幕的話 我不知道各位 是用什麼辦法把螢幕點起來 以前的方法就是要手刻 把那個訊號刻出來啊 就是說你們要自己調個Web 然後去調那個 那個相對應的那個 Hilo Hilo 簡單講Hilo 然後調完之後的話 你要看他的那個 是不是有Boss Direction 還是怎麼樣 然後就 你就發現到 去問 為什麼我把所有訊號 網路上的東西看起來 所有的訊號都已經 這缺路反而停不起來 那可能就是 除了四波器之外 你那時候還要做一些 那個Logical Analyze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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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邏輯分析 真的就要把它整個錄下來 那時候你就需要兩個東西了 就是四波器 然後需要另外一個 叫做邏輯分析 就是那個 那個 把你的訊號 然後整個大概可以錄一個 大概一秒鐘 或者十秒鐘 以上的一個 一個裝置 那這兩個東西 你要知道 剛剛有講過 這兩個東西是不同的東西 而且大部分都是非常貴 可是相對就是 我們在PS Lab上面的話 我們就可以做一個簡單的 就是Data Log 就是說 我們可以做一個邏輯訊號的 紀錄期的Data Log 然後可以說是四波器 這兩個 我們都可以在 我們的PS Lab的Software 跟Hilo上面 都可以得到支持 然後還有什麼東西可以介紹 這個Liminator就是說 它這個光感 就是光度的照明劑 就是 各位手上如果是一個比較 算是中階以上 或是說 應該DJ都有了啦 幾乎所有的手機都有支 有這個 就是它前面 你們在你們Teno 你們的螢幕上面 正上方有一個裝置 它會感測到 作為滿靜光而已的光量 那這個 透過我們的PS Lab這個 軟體APP的話 它可以去檢測說 你現在手機上的那個 接收到的光源 附近光源是 Vorza Militant 那其實這個 我覺得是蠻有趣的 應用啦 那除了這個之外 還有剛剛提到的 就是它有 上面有一個 Gero 那個 加速度計 活動椅 那還有一個 e-Compass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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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各位想要 看一下我們現在方位的話 除了 除了 包括MAP之外 或是說 下載一些APP之外 其實我們這個 PS Lab的APP裡面 都有包含剛剛講的 Java-Sport 那個 Torroid 加速度計 還有螺盤的部分 就電子螺盤的東西 都可以看到了 所以我覺得是說 這個幾個都是 已經譯入的意義 就是在整合到那個 它不只是 它考慮的東西 不只是說 你一定要 一定需要一個 PS Lab 你在沒有PS Lab的情況下 你一樣可以做一些 簡單的一些測試 或者說簡單的一些 的 功能 就是實驗室的功能 都會把它弄進去 我們看一下要什麼東西 MARTMETER Logical Analyzer Sensor Sensor 拿去的Sensor 手機放掉了 有請 這是OpenSource的東西 如果是有發生什麼樣的狀況的話 就 麻煩請幫我們講 那順便可以 如果可以的話 麻煩請回規 回規一下 有什麼樣的 窗戶訊息 BURLAMETER 然後 Semera 就 哦 它目前來說的話 它有一個 那個Semera METER 誒 它可以進入你的那個 衝度誒 我們這個PSF上面有 不行啦 它還需要 簡稱接的感測器 這個是新功的嗎 不知道 對 它需要一個SH21 對 所以它應該沒有 Building那個溫度感測器 對 它只是說 如果你有 沒有把那個 溫度感測器 就是SH21 有接起來的話 它可以去 把一個Log 就是說長期一個Log 就是說如果你有 各位有兩個選圖箱啊 那你們可以 用這台PSF這個APP啊 然後可以記錄你選圖箱 選圖箱的溫度變化 大概這樣子 然後 Cast Sensor 還有 Robotic On 它有機器的手錄 OK 它這個 因為這個APP 我剛剛下載的是最新版 但 跟我上次看到 完全不一樣 不是 很多功能就這樣去 它有做一個 就是 看起來啊 有人拿PSLAB 去接一台機器的人 對 所以它可以 它可以做一個 機器手臂的控制 或是說 做一個 四輪的 那個機器的 機器的 車的控制 因為我們目前呢 我們這個PSLAB上面的話 已經有遺留一個 Wi-Fi的 跟那個 Bluetooth 就是 對它只有Wi-Fi ESP8266 那它應該是 可以接了 ESP3個人 那ESP826 各位都知道 是個Wi-Fi的 那個 跟Chip 對 那目前呢 我們就可以用ESP826 做個無線控制的功能 對 這個都是已經過到好 對 就是它已經有預留 那我們上面有些分位 就是說 你預設的版本是沒有 沒有那個 還是不能支援ESP8266 不過你可以去一下 最新的分位 然後最新的Software 然後 可以讓它的那個 ESP model可以握個好 然後 還有什麼呢 那到這邊 有各位有什麼樣的問題嗎 謝謝 我想問一下 它可以去做一些自動感受的運動嗎 應該是說 它自動部分的話 可能需要自己寫一些程式在裡面 因為它並沒有做自動的功能 它有類似 另外 它的 它可以寫一些 它這部分的話 APP裡面都有之前 搜到ROG 就是說它可以把你真 量測到的訊號去不及下來 那 把它 扣到CSP檔吧 好 每機做是CSP檔 它是用USB去接到手機嗎 對 它是用USB去接到手機嗎 它的手機認到是一個HID裝置 對 它是一個HID裝置跟它普通的 沒錯 了解 謝謝 謝謝 請問 那個跟PIC那個意思 我記得沒錯的話 好像可以支援到 2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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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嗎 那是一共 一共 一共 100 1 2 2 2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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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那我不知道它是用5P 或是用Analog 因為我們沒記錯是用 那個Digital 它不是用 因為PConnect IC本來就是一個Digital IC 那Analog的部分它是用 不算是模擬啦 不過就是它不這個Pure的Analog 對 對 如果是說剛剛LA的部分的話 它最大的電壓只能撐到12V 不過實際上 我們有人試過 真的拿12V給它的話 可能會有一些 它可能會冒煙 所以 所以不要 1.8V 它可能性能滿不會改善 1.8V 對 如果身體散布以下 就覺得沒問題 就是安全範圍之內 只是說如果你真的需要兩個12V 那種的話 雖然是IC的部分正常 可是我們外面的那個 保護線路可能沒做得很好 因為以前我們看過有人 就是有人說有沒有反應過冒煙 事情 還有一個比較深一點的問題 就是你剛說會冒煙嘛 那有沒有辦法就是說做到隔離電源 或是隔離訊號隔離電源之類 讓它不會至少冒煙的時候 只是在板子上 打到電源或是讓電源壞掉 這個 冒煙是說我們PSLAB冒煙嗎 不是手機冒煙 因為其實還蠻多這種就是 那個 就是這種Portable的測試 然後他們也都是直接把USB直接接到 手機上後面往下 因為我沒記錯的話 我們在USB那邊有做一個新的 因為我們現在你手上拿的是 其實是第四還第五版了 對對對 我們第二版第三版之後 我們就考慮到做 剛剛說的USB而已 不過只有在USB端 可是那個USB端還是有 就是USB端的那個 Power Isolation 還是有一些極限在 如果大於某個電源 我忘記多少 或是說某個客人的時候 你還是會反饋回去 就是說 會發你的USB Port 打死 這個以前 不是我可以說 我在做的時候 是有訪問過的 因為其實 畢竟你是一個量測器 那個 逛的問題 就很重要 說你的逛不一樣 它可能 就會有大電流 或是什麼 對 所以我們在網路上 我們在網站上面 是有建議它的量測範圍 就是說 我們還是希望各位 去量測一些小訊號的東西 不要做一些打球 它不是一個 它是一個 歐方式的專項 它不是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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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替代像是泰克 你知道泰克嗎 Tekronik那個 那種大型的那個 它只是在 比如說你想要量測一個 像Arduino 或是說 Bipod訊號 或是說一些 大概3.3V到5以下 而不外 這真的是絕對沒有問題 只是說 如果量測一個 大概是9V 或是說 像馬達 可能要9V 那種話就有點危險 有時候不是故意去接我 就是因為光 準位不一樣 那你可能沒有注意到 而且很多人會把光跟Power接在一起 對對對 對 那 請問各位 還有什麼問題嗎 如果OK的話 麻煩請各位 關注一下 或是等一下 然後麻煩請各位 看一下我們的Github 專門專案 謝謝